你们有听到啊,零下61度,其实他们都还要出去上班啊等等来 我们侧边有时候就是10度还是13度,其实大家都已经觉得很冷 我们今天回去的城市叫亚库茨克 亚库茨克是城市界最冷的城市 那边最冷的时候温度会到零下71度 这个温度你在楼上用iPhone差不多30秒就会自己关掉 这个温度你车子不能关已经要不然车子可能不会发动 这个温度100度的开水马上会变银快 但是都有人住在那边,大家都正常去上班,上课,出去玩等等 所以你们今天会知道怎么住在城市街做冷的城市 最冷的温度我们感觉到过去年 是-61度 那就是没有温度,没有衣服,没有衣服,没有衣服 你们都没有能够做什么改变 因为你走到街上 然后你走到街上,然后在外面的房间,在窗户或是在街上 你不见到它,它全部都在墙 你们有听到吗? 等下60度,我们都要去上班 我们有时候有时候10度还是13度 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冷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这么冷的时候都会装什么衣服 好似乎那些终于到街上 今天 privilege 今天是下室都が更冷的 -37-38度 特别的衣服 几个席衣服 冰具和穿件 和服势 在那儿的重量 8度 现在 generations …… 大部分 都干掉 还有刀 和篮 和席 和蟹 都 每天都很难拍照,因为智光光会开始明显, 然后,几乎四个钟已经有了一个阶段 回答的问题,有些危机会发生时, 这些危机会是非常不错的 旁边也不能看到,旁边能不看到, 他们只能看到光光, 接著,他們可以被撕,可以被撕,被撕被撕,被撕被撕被撕, 更是很寒冷,電腦,同樣是iPhone, 如果要拍照,拍照或拍照, 只要你冷藏自己手, 加上到20秒左右, 在新電腦30秒,電腦就直接關掉 你們剛剛也聽到, 在那邊沒辦法在樓上用手機, 第一個手機很快就會關掉, 第二個非常容易理解 那現在來介紹,他們都是怎麼停車, 因為在那邊都不會有那個低下的那個停車場, 因為我們習慣都是在B1-4還是B2那邊去停車, 可是在那邊都很方便 那這就是手機, 第一手機出現了 手機出現的手機, 而這個車就不可以進入手機, 所以,她在夏期待會兒 在亞古斯科的車子在外面,不能逛已經太久, 因為裡面的水都很快會變冰塊, 所以你會沒辦法發動呢, 因為這個原因, 在路上常常可以看到發動的車子, 可是裡面都沒有人 如果要冷卻, 如果要冷卻, 在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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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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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卻, 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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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可以看到実情 Greek冬冬的冬争 下位是对儿 Michelle 海葺台的问题 能且атуиров你去了 是发生一些租 алиЦ 就像��라 但是... 咱们是经过制 급来天 特空派以及温 Pool 手着 bitter 去旁边是30式的总统 到5秒在3-5度比较寒 干净 pick 它 будет холодно, а руку ты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не будешь,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То есть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есть, но дышать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оздуха будет не хватать, и эту идею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оставишь. Можно ли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лефоном на улиц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если это какой-нибудь Samsung, то минут 5-10 вполне реально его достать, но есть вероятность, что просто обморозишь руки. Не важно, варежки, перчатки, даже наш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е варежки из собачьей шерсти, то есть оно не поможет, айфон же садится максимум через 20-30 секунд, то есть ну одна минута для нового телефона, это прям максимальный край. То есть сейчас мы буквально вышли из машины, но рука уже не имеет. Субтитры создавал DimaTorzok